3、2、1 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好,這個OK,那我想再試一個 好,再來3、2、1 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好,來吧 很開心又來到我們相聚一刻的節目了 我們今天的嘉賓非常之特別 是這個進育自然療法醫療中心的Delix Chan 你好,你好,Esta Delix,其實我認識了他很多年了 最近在坊間一些社交場所又遇到Delix 又是聽Delix的講座 我就突然想,不如請Delix上來講自然療法 為何請Delix呢? 其實自然療法外面都有不少的人在做的 但Delix在我們朋友圈裡面 我們覺得他是沒有東西醫不到的 我們覺得而已 大家不要誤會 因為他的經驗是相當之夠的 亦都我聽過你講Delix Delix,為何你這麼強勁呢? 原來你知道,你其實在臺灣醫療中心 還是你曾經跟過某一個醫師? 我本身在加拿大診冊治療治療法醫生 那裡實習了三年 他本身對我非常好 過了很多資料給我 因為我在他那裡實習 每一天他有二十個病人 我就看著他 誰知道那些二十個病人 所有報告我又會看到 很多內容 我都很清楚知道 整個流程他誰知道 所以我就濃縮了 別人的經驗 你在他旁邊 和不在他旁邊差很遠 因為他本身都對我很好 有什麼我拼不到 例如印度草藥、西草藥 他就會告訴我 所以我每個字都學得很清楚 印度草藥你都懂嗎 因為有很多印度草藥 是原本做了出來的 即是不用我們去執的 是軟裝的 那你去買就可以了 不如這樣吧 Dalix 我們都由這個 自然療法的ABC講起 雖然我想很多聽眾 都已經知道 什麼叫自然療法 我們都再說多次 其實自然療法是關於什麼 基本上除了西醫以外的療法 都入了自然療法 例如中草藥、西草藥、印度草藥 同類療法 同類療法又是什麼 同類療法其實是一個 沒有物質的耳毒攻毒 沒有物質的耳毒攻毒 我舉個例子 假設你種了某隻蛇毒 手指尾會經常抽筋 如果用舊式的耳毒攻毒 就用蛇毒慢慢給你試 但你有機會就種毒了 就出現這個造血的問題了 骨髓就接受不了 但是順勢療法 同類療法是另外一個名字 它就是將這個蛇毒稀釋 稀釋到一個很遠很遠的分子距離 令到中間有一個能量 去導致你自己的系統 你有一個功效但沒有了毒性 讓我回去消化一下 你這麼暢順地說到這麼深的東西 我已經想到最簡單的演繹方法 因為其實在坊間就不用這麼複雜 現在有很多是做了出來 他告訴你什麼病徵 譬如你有以下這幾個病徵就是這隻 你有什麼病徵就是這隻 就簡單很多 那還有什麼關於自然療法 除了你說同類療法 草藥等等 還有微電 微電 還有很多勞底治療 音樂治療 體質水療 很多很多的 基本上在美國做過統計 其實 當然在自然療法學院就沒有二千多種 但既然民間的自然療法或民間療法 是有超過二千種的 我見過有些是誇張得是新紀元的工作坊 風水都納進去 風水是一個環境科學 但一說到風水環境科學 又有他們一個很專長的地方 我們做醫師通常講回傳統的醫學 有些人會問我他會不會是撞鬼 如果你基督教我就會介紹牧師 你佛教我就會介紹哪位 讓他們自己去探討 你說到宗教這件事 其實你的背景也很有趣 我們待會再說 Dalex 你自己的強項在哪裡 我自己的強項就是 很多病症 我會將它的根源找出來之後 我會有十套八套的方法 盡量把它斷尾 我是比較疾病 就是疾病導向偏 疾病導向偏 可能我盡量有這麼簡單 除了這個疾量導向偏 還有什麼導向偏 但有一些可能純粹跟你說 你可能是環保身體的疾病就會減輕 排毒 排毒 吃自然的食物 小糖小油 公敏的食物不好吃 睡眠時間 各方面 但是 在香港地 如果你叫人戒口 戒得太厲害 短時間可以 長時間其實沒有什麼人做到 其實很多人會 你如果叫他戒這戒路 他寧願你不如讓我死算 有幾種人 有些人會這樣 你看自然療法 通常他就這樣用西藥 或者他自己用中藥 效果他覺得未夠 他就會來找自然療法 但有些人可能 他覺得用了西藥很多年 他覺得自己 為什麼好像我 有夜尿的神不是很好 肝不是很好 那些指數出來 他就想找些方法 將他那個 舊的病斷了 他不想用西藥 都會來找我們 但有些人會覺得 可能他身心靈 他覺得 可能年紀越來越大 有個慢性病 或者有個病 處理不了 年輕人沒事的 年紀大了 他覺得 情緒又沒有那麼好 自己睡眠質素又沒有那麼好 他又會來找我們 所以來找我們的層面 都很闊 但最重要 他們大部分 都是想把根源自好 Dalix 除了對於病 非常有經驗之外 他講話很好笑 真的 我以前 我怎麼認識Dalix 在另外一間公司 我曾經幫過朋友 做這個 叫做 Marketing Manager 初初搞Event 搞的都沒有人來 人們沒有什麼興趣 唯獨是 每次Dalix來講話 高頻滿座 突然爆發了 我就覺得奇怪了 其實都是一個健康討論 其實坊間有很多健康討論 有什麼厲害 然後我聽到Dalix說話之後 我就發現 為何你這麼殺食 因為Dalix說話是很好笑的 我就想搶他兩節 但今天只能錄到一段 我們選了幾種坊間最常見的病 因為我說Dalix 不如你說一下自己 Dalix說 不要 說病好些 說病我就說到停止了 我們選了四種病症 就是香港很普遍的 所以各位聽眾 如果你有以下各樣的痛症 或者問題的話 你今集就不要走開了 第一樣我們說的是便秘 然後第二樣說 就是高血壓 第三樣就是香港最常見的 就是失眠 然後第四樣就是更加普遍的 就是頭痛 聽起來很普通 但其實一點都不簡單的 我們從便秘開始講起 好的 由Dalix說話 我就可以在這裡打機 基本上很多人就會覺得自己去大便 不相信便秘 如果你看傳統醫療西醫 一個星期去不到三次 就叫便秘 你很討厭 你一天要去到一次至三次才叫正常 我心想 我最健康的時候 一天都去不到兩次 其實可以調節的 但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其實如果你今天吃三餐 明天吃三次 那條腸就最乾淨 有些人經常怕自己的肝不好 如果因為腸第一度去的狀腑 他就會去肝做解毒再派血 所以如果你的腸整天有很多垃圾 在裡面發酵 肝門植物的Portal Ring 就吸了營養素和垃圾 在肝做解毒 如果你裡面太多垃圾 肝的負荷就很大 所以肝好 首先要大便好 就不是就這樣做肝的 所以如果一天吃三餐 明天吃三次 你沒有什麼在腸上發酵 你的肝就會舒服了 我舉個例子 今天很熱 我想有33度 如果現在的廁所 剛剛有人去完大便上一手 他不沖 他蓋上廁所板 33度而已 你一個小時後進去 你打開廁所蓋 你會覺得怎樣 想死 想死 但我們的身體裡面是36度多 如果36度多在裡面發酵 走不出來 其實那個環境是很類似的 還要說不是一個小時後 譬如說有人去完廁所 一天後都不洗廁所 然後第二天你再打開蓋 大家如果在吃飯的話 現在都應該吃不下了 其實這樣算 如果你吃完我的餐 超過16個小時 或者超過24個小時 摸不到出來 就算便秘 但很多香港人 是一天摸不到一次 據我所知 當然 所以就有很多不同的毛病 但便秘的成因 對香港人來說 有一個是很主要的 就是那個壓力 我舉個例子 譬如你明天跟老闆開會 平時你早上早上那一次 明天老闆約了你 然後你突然間 那一招你就沒有了 其實這個就是壓力 壓力會令到 治療神經失調 那條腸不動 所以這個在香港人很常見 你明白的 香港的環境消費很高 人口密度也很高 競爭非常之大 很多人就是因為情緒導致嚴重便秘 這個就是特別是年輕人出來博殺 那些 第二類型都很常見 就是某些人貧血 走一下斜坡就喘氣 走兩級樓梯是武器 或者一些老人家 他自己有便宜都安不住 他就是那個體質太低 我們俗稱武器 他有便宜安不住 因為我聽說 其實你在那些腸裡排便出 你都說的是一二八磅的力 那些老人家 基本上都又老又弱的話 你其實裡面可能都不夠力去 一二八磅就不敢說 但起碼呢 如果你有便宜 那條腸的魚動 夠力擠它出來 那你才去到那一次 是的 但往往如果你是老人家 或者一些貧血的女性 她是武器的 因為你知道如果你貧血 你的紅血球 那個比例沒有別人那麼好的 結果出現就是 你不能夠吸血 結果你整個就不夠氣 所以氣血是在一起的 你不夠氣就不夠氣 結果呢 有些少女可能做過OL的 她有便宜都安不住 在腸裡有什麼功能呢 我們那個大腸 就非常之厲害 還有一個吸水的功能 結果大便便安不住 結果裡面吸完水出來 硬勾出來便宜什麼事 就是一粒粒的 一粒粒很硬的那些 這個也是香港很常見的 另外有一類就是 一些叫做 我們籠統了它 就是熱氣形式便秘的 舉個例子 你今天吃完咖喱 明天就去不了了 很多的 吃完辣東西 明天就去不了了 或者今晚打通宵麻雀 明天整天去不了了 就是那個熱氣已經上來了 那怎麼辦 夜睡也是這樣 夜睡當然會有關 是的 但通常我們就走回一些 滋潤回內臟的草藥 這樣它那個熱一低了 它便會自動的 不用射藥 那如果那些人 譬如明天自己有夜睡 昨天吃了咖喱 有咖喱有露感 自己走去喝杯涼茶 這樣行不行 看看夠不夠力 是 但因為糧茶就主要行 就是我們陰陽 有時你卸了一個羊 就未必有補陰那麼好的 是 特別女性 陰陽是一個能量的 如果你的陰陽都很低 這個人不是經常無氣無力 很想睡覺 但如果你的陰陽的level 也比較高 你個人就有氣有力 但往往出現 說熱氣便秘的人 就是那個陰很低 那個陰很低 所以它就没有排便的反应 就是中医讲的阴虚 都可以这么说 但通常如果我们用中医说法 通常是废阴虚 和抢热就是属于热气便秘 是的 但因为这样讲很多人都不明白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简化了它 另外一些很多人都听过 有很多汽水罐是用这个铝做的 其实长期汽水里面有个轮酸的 它的轮酸就会攻击那个铝的表面 产生很多铝利子 当你喝了之后它会抢热在肠上 令你的肠的神经末梢是没有了反应的 除了中了重金属 就是影响中枢神经 增加老人痴呆机会 生癌机会 等你这帮人还在那里喝汽水 喝得这么过瘾 但是有时候很多人会偷吃 就是会偷饮 我很乖的 我95年开始已经没有喝汽水 真的这么乖 那时候你知道都做过直销 很早期的时候 我听演讲 他就说不要喝汽水 不要吃午餐肉 不要吃一些业制的东西 那时候我开始没有喝汽水 因为某些牌子的汽水 就是七粒方糖 但是这个方糖 就是红罐那种 是单糖来的 会直接吸收令到血糖上升 和很快变成脂肪储存 是的 所以其实都尽量少喝 是的 喝汽水都没有什么好处 是的 但是如果中了这一类 就复杂一点了 就是你的腸 是否会动 是因为中了重金属 要排重金属 我听说排重金属 是很大剂的 当然有一些医学 会用吊针来排 是的 但是我们自然疗法就很少了 我们就会给一些矿物质 给那个病人 或者给一些顺势疗法 是那种重金属的顺势疗法 让它自己解释出来 但是最简单的排重金属 因为重金属通常黏了 除了神经末砂 就黏了在脂肪 脂肪其实是最多 重金属的化学物质 除草剂 农药 都是黏在脂肪 所以如果当你用一个 有效的减肥方法 将你的脂肪比例减低 你身体的毒素 包括重金属都会减低 这个都是一些方法 另外最多人就以为 自己是那个问题 就只是缺乏纤维 然后就告诉你 我每天都有食生果 很多直销公司都会这样说 你不够纤维 这个是其中一部分 但是最重要就是 因为很多人都会分享 我有保纤维 为什么我安不了呢 或者喝很多水 是的 我喝很多水 是的 我有保纤维 然后再喝很多水 都安不了 就是那几个问题 但是香港人很多 补了纤维都不喝水的 所以情况会更严重 如果补了纤维 不喝水 更大剂 是的 它会干在腸上 是的 所以那个情况 会更加严重 如果只说便秘 可以在这个五个范围 如果你懂得处理 通常都可以很简单地 你可以总结多一次 那五个范围是什么 你说得很快 其实我可以说多一点的内容 如果刚才说第一是不够气那种 不够气那种 如果那个女士 她不知道自己是缺帖性贫血 还是非缺帖性贫血的 最简单最稳定的 补血的方法是B12 哦 B12 我觉得传统B12都很适合人吃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帮助减压 另外呢 B12呢 它会令到你那个 做血的功能耗助 做血的功能耗助 你的气就会耗助 是 第二呢 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 妈妈很流行煮什么汤 老火汤 是的 老火汤很流行 两种中药和你补气的 不知道 估不估到 挡心啊 挡心不期 好耶 估中了一只 估中了一只 但是呢 如果老火汤呢 是会和那个热气有关系的 如果有些人发现到 自己喝两三入老火汤 很多就三菲脂的 我记得好像上次听你的talk 你说其实老火汤这家东西 不是我们中国人想象中那么好的东西 是的 因为那个蛋白质是熬过聋 破坏了 那么我过很多数据呢 就说这类型的蛋白质 是和癌症有关系的 还有很臭啊 对啊 所以其实老火汤 都不是很合经常喝的 特别你有高血压 是 因为很多血压呢 经常控制不了 你会发觉到 你戒了老火汤 会跌十几二十度的 哦是吗 是啊 所以其实老火汤呢 就是你不要老火 但是挡心不期 其实都是一个 很经常补气的方法来的 那么如果你真的 因为缺帖性贫血 你就可以补回一些铁质 那你的党心不期这家东西呢 有没有分说你是寒底 躁底适合不适合 如果你经常生非知 又是痔瘡出血 个人吃一点点热气 又会咬到嘴唇 有这些问题呢 其实你基本上 都不能经常吃的 嗯 ok 是不是叫做躁底 都是躁底 其实还很阔 很多细节可以分的 但是如果你基本上 走到保气 你会发觉这些问题呢 都会低了的 ok 第二就不补了 就是练气 练气 练气功 这个难度就高一点 最简单就是什么 靠做运动 哦 譬如你游水啦 你跑步啦 就是做大洋运动 你讲的东西很有趣 我这一两天开始游水 是 是昨天和今天而已 稍晚去游水 游了十个堂 就上来了 喂 只是两天而已 是 我感觉上都好很多 是 我就是觉得整个人 是提升了 第一 你做运动的肌肉 会提升回你整个身材 是的 这个会有帮助 但是如果你 讲 真真正正做运动 对于那个身形好的 一定是 陆上的大洋运动 例如跑步 是比游水的 因为游水 你会发觉 体温 一定就没有这个 做大洋运动 在陆上的跑步那么好 当你的温度偏低 你消脂功能出汗都会少了 是吗 所以如果你是 真是为了靓的 我觉得你就是 走这个什么呢 跑步 不行了 我们这些组织的 重量太重了 对菠萝盖的负担大 如果菠萝盖不好 在健身院 有一些机器 是用宽关节的 不是用膝头膏的 你就用一些机器来做 它要用手 同时间有两支棍去辅助 你走这个都会好一点 OK 但是如果说 练习 只练习 就是不讲话 你刚才讲话 好像觉得个人 都离开了那个问题 基本上 你游水 跑步都可以 但是其实很多人 都去不了游水 跑步的 太忙了 香港人 太忙了 有别的哲经 我们就 看你没心思练 其实很多人 他有少少便宜 去不了 他发觉 他吹气球 吹吹下一个便宜 那条腸会动 是吗 吹气球 我没听过这件事 有的 但是你试一下 譬如你一个office 搞这个圣诞派对 你就派一些气球给他 你派给十个人 我深信有 接着那些人 走到厕所 不是 有五六个 有五六个人 是吹得张 有三四个人 是吹不张的气球 没气的 吹两口 告诉你 没气的 我以为 个个都可以的 原来是有人 吹不出那个球 很多人吹不出的 各位听众 如果你吹不出的 在个facebook 告诉我们 我吹不出的 如果再简化一点 买一瓶一公升的水 搏两支饮管 吹到水里 用阻力 练起气 这样 这个是低度一点 但是 对于小朋友来说 或者一向看药 或者有个大病 老人家 或者生完BB不够气 这个都是慢慢练起来的方法 会不会有些人 就是这样吹气 会吹到头晕 不会不会 不会 因为其实你吹吹一下 没有气 你不吹的了 OK 但是慢慢练上来 OK 你可以透过B杂 一些汤水 再加上吹气 或者跑步 或者游水 慢慢练上来 OK 这个对身体的帮助 就最长远了 因为我们现在讲自叛 OK 这个只是变秘里面 有关什么呢 有关那个不够气 而导致变秘的其中一个方向 是 另外第二个方向 就是压力管理 是 压力管理 是 你发觉到 其实压力管理 很多时候 如果你明早有很多东西做的 最简单是什么呢 你睡觉之前 写下了明天要做的东西 接着就将最重要的 写个一字 比如你有九样东西 最不重要的 写个九字 中间顺着写 接着就合起本簿 就是在床边的床头柜 就和自己讲 我今天放下 就是我今天的工作了 是 明早起床一打开 你又不会避免任何东西 而且效率很高 这个就是 令到你 睡觉那时候 个人会比较深层的 其中一个方法 你很厉害 连这些 你都学习这个 应该不是在你治疗法里面 都会的 这个是生活习惯 OK 但如果 因为其实 治疗情绪是有很多方法的 但最简单 我也觉得 大氧运动是最简单 因为大氧运动 可以令到脑子里面 一个开心的 荷尔蒙提升的 OK 你就会避免到 自己有这么大的压力 是的 但当然 我有时都 都讲笑了 我有些 病人的经验 回来和我们 聊天 就说 我不看那个医生 我说 为什么不看 他叫我换了份工 他说 我做了十多年 怎么换 他说 份工 令到你这么大压力 换了他 那天我说 这样没什么难度 我说 你跟你老公多少年 20年 我说 你老公 如果之间 跟你有问题 那你需不需要换了个老公呢 明白吗 那是你的儿子给你压力 那你没人换了个儿子 换了个儿子 那是你这个 是的 所以我就说 很良好感 不要要的 所以有很多东西 是在里面处理的 但是情绪通常来自肝 肝煮情织 可以行一行 这些肝的草药 这几方面都可以帮助到有关压力的便秘 但是最简单 你什么都不用就是游水泡泡 好 这个是最简单的 好 OK 不过我就没有便秘的 也算是几堂奶了 是的 第三个刚才就说过 就是重金属 是 基本上 如果你去烧烤 如果它是用那些铝纸包着 就这样烧 我现在都不敢用了 是的 一定不好吃了 因为它直接被气化了 是 它气化了 就由那些固体变成气体 然后就被那一块包着的粟米 或者不知道什么的食物 就吸了 你就直接吃了身体 最好吸重金属的方法 是的 也有很多方法 这个是其中很多人 过往不知道近年知道的方量 自己狠狠 就是找自己笨 是的 另外罐头的食物也是小食 是的 另外刚才有说过 一些罐装的汽水也是少用 另外 家里一定要用雷水器 不管用什么牌子 是 因为其实就这样吃水的来源 很多都有残留的重金属 是 这个也是减低我们 因为重金属 dispose在腸部的神经抹杀 令到腸部不动 那一类的便秘 万一中了招 最简单 通常我们就开一些矿物质 是 矿物质是会有效 帮助身体的重金属减少的 OK 这个也是非常之常见的 第四是什么 刚才说了三个解决方法 热气嘛 对 第四就是热气 但我有听书的 我有听的 对 完全不用做一根事 都很厉害 对 都这样都记得 吃咖喱什么 第二天就不能吃 对 对 这一类除了介好之外 最好就是留意一下自己的生活节奏 如果真的是很夜睡的 很多时候早睡了 这个情形会没有了 如果不行 就找一些适调节的医师 无论你用西草中草都好 就将那个废阴增加 将那个抢热减少 废阴增加 我们都会将Dalix的医务所条 把连接放在我们的节目那里 好 多谢你 接着之后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向 就帮助到这类型的问题 第五个刚才就说了 就是善食不当 缺乏纤维 善食不当 缺乏纤维 最简单 保纤维 就保纤维 有什么最好的生果 火龙果 火龙果 火龙果不甜 因为我们很少 鼓励别人吃很甜的生果 我都喜欢吃火龙果 我不喜欢很甜的东西 榴莲芒果 又不是那么多 蜜瓜木瓜 我也觉得太甜 但它纤维比例 一定是火龙果 其次 还有没有其次 如果有人不喜欢吃火龙果 有没有第二个选择 通常我们 那些什么奇异果 那些行不行 奇异果入了敏感食物 所以我们很少特地叫人吃 我觉得很酸 当然有甜的 但如果你没有任何的敏感症 你就照吃 但通常我们估计别人吃香椒 或者大椒 香椒好 因为香椒又是偏甜 大椒是酸 因为你知道第一 很多人怕肥 第二 香港糖尿病的比例都不低 所以很多人 一想起吃三个 想起甜 他就会想起这些问题 荔枝龙眼通常我们都不鼓励 甜到什么 第一很甜 第二个纤维比例低 第三就是很热气 是 榴莲都是不鼓励人吃的 我发觉年纪开始大了 现在都不是18、22 现在是19、23 以前是吃那些 比如酒楼的花生 上海店有些花生 以前没有反应 现在我发觉年纪大了 吃一些东西 是即出飞滋 反应是很快的 很奇怪 其实山飞滋 就是里面的来热很厉害 所以你留意一下 如果你那天都没什么睡觉 你还去吃这些东西 就立刻山了 或者你昨晚吃了一个麻辣火鍋 都顶到不山 你再吃那些炸花生 那就立刻山了 就是你看那里的生活节奏 和饮食习惯是怎样的 我觉得我很不值得的 因为我嫖到喝档吹都不流行的 barbecue又不是整天 酒我又不喝 烟、毒品我都没试过 乖得不得了 唯独是一样东西 就是衰夜睡 但我就听过很多中医师说 夜睡是比起你其他吃烟、喝酒、吃炸东西 吃肥腊东西是更加伤的 那不就很不值得了 而且你的人的性格也很急 一夜睡很伤肝 加上你个人也很急 全部都在肝 那你就处理多些肝的层面 或者早点睡吧 简单地 早点睡吧 其实我都没什么资格说 因为我都很晚睡 我知道很多 我认识了一个西医的苦科医生 很聪明的 他很有趣 他喝可乐的 我说为什么你做西医都喝可乐的 他说水喝什么好喝呢 淡谋谋 我说不是的 可乐这家东西是非常不健康的 他说你不要理我 我什么都介就是不介可乐 我又认识了很多中医 自己是很晚睡很晚睡的 因为他日头看症太忙了 那他到夜晚 夜难人症的时候 才可以做他自己要做的事 或者进修 或者想想日间那些病人的问题 那不是很伤吗 是啊 很伤的 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还是打机打了两三点 我不打机 肯定你不打机 我不打机 我办不到90后 因为我不懂打机 另外 你们这么疼着自己时间的人 不会拿这些时间这样洗 因为我们收得饭 我们收得饭 很多时候吃完饭都11点 回到家弄点整脑 看报纸 上网 覆下电邮 我又不是很看报纸 那已经两三点了 已经两三点了 所以我们 而且习惯了 因为读大学的年代 又做part time 又上学 所以习惯了 整天都要4点钟才睡 还有你上次 我记得去你的医务所 跟你聊天 你说我们的轮人 都是喜欢夜睡的 这个是属于 信息疗法12种体质 是的 那么你也是轮 我也是轮 我是非常喜欢夜睡的 是的 轮是鬼火 是的 鬼火就是夜晚发热发亮 所以轮人的人 通常都是夜晚很有灵感的 是的 所以你怎么舍得睡觉呢 我很喜欢夜晚做事的 但是我近年开始控制 尽量希望早一点睡 例如3点、4点 是的 2点至3点 6点、4点、4、5点 但是我的心得就是 你去到一个可能12点多 突然间很眼睡 你就暑去睡 是 就是你不要过了那个很眼睡的感觉 是 这样就睡到的了 我就是觉得是坏了 我有一阵呢 不是一阵很短很短的一阵呢 我就逼自己呢 不如10点半睡吧 看看行不行吧 因为我经常觉得我是夜晚睡的 所以你这么早肯定睡不着的 那又出奇地呢 不知为什么 原来很早睡的话呢 是睡得到的 因为你回到家 最累的时刻 你没有熬过去嘛 是的 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过了12点多就不行了 就要去到2点啊 才能睡得到的 但是你的节奏 可能要回家 快点洗澡 买位预备睡 是的 拗习 10点多 可能所有东西你要做 洗澡都没做 就睡了了 是的 因为10点半你回到家 就是要换衣 洗衣 浪衣 可能做过肌肉 回过email 看看那天有什么事 就是回到家的工作开始 是的 那你怎么放松呢 要么就不要碰 不要开机 不要开洗衣机 不要开电脑 两样都不要 急着洗澡 然后急着上床 10点多钟睡觉 是一个很大的动作来的 我想你要找一些人 share了你一些工作 因为我本身有这个家务恐惧症 我是不会做任何家务 这个是不是藉口来的 因为我的内心 我没听过这种病症的 不是 我的内心经常都会觉得 留一些时间做其他东西 所以我就很少做家务 所以我就 如果你见到我做家务 那些人就怀疑 那一刻 他是不是患了情绪病 但是就尽量遷就时间 总之 我前几天有一晚都12点多钟睡了 奇迹来的 就是奇迹 为什么你会睡得到的 就是觉得眼睡在床上 打算休息一会 拿着那个感觉就立刻睡觉 对了 但是连凉都没冲 那就是明早 但是冲完凉可能很清醒 又睡不着觉 所以一回到去要立刻冲 我冬天我喜欢早上冲 因为我觉得夜晚冲完凉 很精神 但夏天就不行 但我们通常就回到游冲 早上游冲 以前他做专用游冲 也是冲三次凉 哇 什么细菌都被你洗光了 这个道理不是不对的 我们皮肤上应该有一个痕存菌 去打低一些害菌 OK 我本来想继续下去这个高血压 不如我们也是休息一会儿 再回来再讲讲 好 又来到我们第二节的《相聚一刻》 很开心我们今天的嘉宾 是Dalix Dr. Chang 好了 那我们刚才第一节 我们就讲了这个便秘 那现在第二节 我们就要讲这个是高血压 好 其实高血压是什么理由 有什么情况 因为我们治疗化的角度 就希望任何东西都治本 所以其实高血压 我们通常都分几个角度去处理 第一个最传统的高血压就是什么 我们的血管慢慢老化 它就会失去和变硬 所以人们就非常担心 血脂胆股上的问题 但是当你的血管变硬之后 你的心就要泵大力一点 或者要血压高一点 它才完成到同一个微循环 所以就形成高血压 我举个例子 现在有个水泵 我插一支胶喉下去 插一支玻璃喉下去 当然那两支喉的幅度是一样 你发觉一泵 玻璃喉里面的水位会高一点 还是胶喉里面的水位会高一点 玻璃 玻璃因为没有了弹性 所以就应该是胶喉的水位会高一点 就等于我们年轻的时候 那些血管是有弹性的 心一泵就完成那个循环了 后期硬了 就要再泵大力一点 血压要高一点 才完成到一个微循环 OK 所以就形成高血压 OK 原来是这样的 如果在这个角度 通常我们就会用很多通血管的方法 如果通血管的方法 很多人都听过 可能用填漆各方面 但是治疗化那方面 就很喜欢用很多抗氧化剂 有些大家都会经常听过的 例如菩提子核 菩提子精华 是的 菩提子精华 其实它是菩提子核的精华 很多直销公司都有这类产品 都见过很多 但是我们个人就比较喜欢用松树皮 松树皮都听过 是的 其实有间GX something 就是买这个几多食品 很出名 去美国来香港 很多连锁店的 它里面也都有松树皮买的 其实都不是很特别的 但是我曾经见过一些老中医 它是教别人煮松叶 松叶 松叶是不同的針叶 松叶就是它的叶 就是脂脂的那些 是的 别人去摘身粮 我见过有人是做这些东西的 专门去收集一些松叶 但是松叶很多时候是做嫁女的仪式用的 是的 但是其实有些老中医 譬如他中了风 他是失血管的问题 他就会教他煮来喝 来达到通血管 但是我个人就见到 因为我们很多华人的胃不是很好 如果用一些很寒凉的草药 长时间胃酸分泌不平衡 好像停了不懂分泌 就是中医的胃寒 是的 是的 我们很多时候就简化了 就用松叶皮 做成软妆 叫它餐后吃 很多人发觉到 那个血管一通了之后 它的血压就会掉了 这个是非常之常见和有效的方法 还有因为老化 除了血管硬了之外 最怕它是爆裂 就是压力大爆裂 但是松叶皮这一类的抗氧化剂 它可以有一个proendocytin 前花青素 就会令到它那个血管壁 是相反好一点的 就是柔软一点 是的 而且密度会高一点 因为我见过很多人 是一个鼻敏感 他吃什么都不行 是的 你今天不讲鼻敏感 我们要找日子讲鼻敏感 也好 没关系 太多 你朋友有什么毛病 你就帮他问一下 我当然没有问题 朋友有问题 你朋友有问题 帮一下他们 比如一些男性问题 前列线 很多时候我发觉 用松叶皮吃了 为什么它鼻敏感会好了 不是因为免疫系统 心对的原理 而是因为它的鼻黏膜 是生得漂亮了 令到屏障挡了外界 一些尘埃 对它各方面的影响 或者温差对它影响低了 所以它就会有效地 改善到鼻敏感 所以很多很小的 可能它几岁的 你不想去用敏感药的 又想简化了 很多人用抗氧化剂 发觉小朋友的鼻液膜 生化好了 流鼻血会少了 还有鼻敏感都会好 香港鼻敏感的人很多 很多 今天不说鼻敏感 稳日说一下 但是很多 好像8-90%那样高 有那样高吗 有一段时间我去看鼻敏感 那个西医说 是这样的 没有医疑的 你知道西医有时 很喜欢这句话 你转了个体质 然后他说全香港 8-90%的人都是这样的 你如果没有问题 呼吸到就可以了 最重要就是这样说 如果你每天都影响你 已经去到 经常会头痛 流眼水 那又没至于 如果你就是小小鼻塞 很多时候洗鼻 它都会好 那倒是 你看它的情况有多严重 但如果说高血压来说 除了血管 刚才说从睡肥 帮到很多人 其实很多 譬如日本人 他们很流行用纳豆 是 纳豆其实 好像是好吃的东西 你觉得好吃吗 我就不太接受 我不知道 我就没有什么兴趣 但是我见到日本人 很喜欢吃纳豆 用来送粥 送什么 但是如果你日本那股味 我又觉得 我个人对那股味有保留 但因为 因为我们始终是要方便 所以我们就会 找一些制成软妆 就给那些病人去用 发觉到在血管的层面 也会帮到 另外有一些会令到血管 比较没那么大压力 会容易放松的 就是山楂 山楂 听说过 但是市面上 喝的山楂汁 或者吃山楂饼 有没有用的 我想浓度不够 只是娱乐性的东西 因为很多都是糖 吃的更坏 最重要是味道好 不讲功效 就是直来开心 你不能治病 但是尽量就着你的情况 是来自什么来做组合 但是譬如 有时候中药也很好 比如单心 都可以放松血管 单心是一种药 单心是中药 通常是腹方 单心 不是铁血单心的单心 我立刻想到那样东西 因为你做人比较铁血单心 通常会和三七 做一个腹方 三七又是一种药 三七就是 痕气护脱 都是中药来的 会做一个方法来帮助放松那个血管 OK 所以很多组合可以放在里面 如果说血管的层面 但是很多不是血管的层面 我举个例子 你会发觉 今天我的血压没事了 突然间这两天 颈紧膊痛的血压就高了20度了 其实很多时候 颈椎的问题 或者肩膊的问题 特别是你的颈椎病和肩膊的问题 影响颈椎的肌肉 立刻我都坐直一点 对了 就会导致 未必有时是情绪的 OK 有时你被人击倒 颈会很硬的 被人击倒 颈会很硬 肝主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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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肌肉 我睡在颈 接着他下一个就说 那个枕头不適合我 我听过 有人就这么说 接着我就问他 你的枕头用了多久 一年 为什么昨晚才有事 一年来 有没有试过睡在颈 没有 就是昨晚才有事 其实不是 通常睡在颈 是有些事情想不通 或者会不会和别人 骂完膠 老气 是吧 老气 都是肝主筋 肝就是肌肉层面 我心里想起 为什么和别人 骂完膠 之后这么累 就是因为骂气是伤筋 骂气是伤肝 伤肝 伤肝 肝主筋 一样的 到最后就去了 那个筋那里 做一个反射 就很累 个人会累 而且因为你骂气那时候 你的海尔蒙 你会去到一个 很亢奋的状态 就是你是那个 自律神经 去到一个亢奋的状态 会消耗你 非常之多卡路里 所以各位听众 不要和别人吵架了 还有吵架 你会发觉到 骂完之后 自己用了很多好东西 你用了很多 什么叫做很多好东西 贺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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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用了很多身体的好东西 如果那些人 经常和人吵架的 那些身体都应该差一点 照计 其实通常你的性格是怎么样 你就发展那些病 经常和人吵架的人 很多时候是心脏病和肝病 会在这两个方向发展 会在这两个方向发展 所以都是少和人吵架 但很多时候是什么呢 尽量 第一就行自我检讨 如果你真的 觉得身边的东西 你很看不顺眼 才行自我检讨 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 导致有那些问题 第一 大哥 你又这么有功力 又读这么多书 又是治疗发医生 Dr. Chang 你就会这样做 一般人就是 一有东西不开心 就是指对方的 最差是他 最差是谁 最差是谁 哪有这么高的自律能力 因为Rhythm 受害者这个角色 是抢人与人之间的Energy 人与人之间的Energy 不是一个很高的Energy 你自我检讨这些模式 是在宇宙拿Energy 所以你个人的提升程度会高一点 OK 你见我几十岁 都没什么就问就知道 什么几十岁 你皮肝肉滑 如果我和Bellix走出街 Dr. Chang 肯定的人 Ester 这个是你弟弟 还是你的叔叔 还是什么 最重要是 其实可能是你最近夜睡 我上次见你都很好 好像很多年都很夜睡 可能最近是不是 多一些东西比较激动 昨晚看完一些很刺激的东西 哭了我整晚 所以今天眼睛都肿了 刚才那一节 去做访问 又是大家讲到一些很感情的东西 那又这样 不过夜睡 那是我最大的问题 释放在这里是好事 是的 好 我们又回来讲这个高血压 是 刚才讲到是 颈紧薄疼 是的 很多时候颈紧薄疼 就是令到你里面的血液循环很差 特别通上脑的血管 你的身体要救你的嘛 你的血管不想脑 你的脑就有很多问题 而且会暈倒了 所以你的身体救你 就将血压奔高一些 希望做好一个血液循环 结果就成为高血压了 是的 所以我会发觉到很多时候 做一些颈椎的治疗 做一些脊椎的治疗 你的血压就可以在一个小时内 会跌回20度 这么厉害 是的 因为它百分百 是因为颈椎的肌肉收紧了 但是当你做脊椎治疗 其实有几个阶段 第一就是将那些 歪掉的位置 就是摘回对 接着再到肌肉的层面 我没想过高血压是跟颈 跟肌肉有关 我经常以为是跟这个血脂 或者是那些胆固醇有关 这个就是传统刚才讲的问题 但是很多时候 你特别是哪个型高血压 我今天起床没事的 是 做完一晚的事情 接着就捱一下 第二天发觉起床的高了20度 是 是 是 很突然高了20-30度那些 通常是跟颈椎和肩膀很有关系的 是的 那么当然如果你一摸摸到 哇我一摸头 哇我的颈子拉得很痛 我都拉一下 是的 然后呢你180度 就是另一个头在肩膀旁边 发觉 咦 颈子又拉住 另一个那边180度又拉住 我OK我OK 就是这样 那么你就会发觉到 很多时候就是颈的肌肉已经收紧了 我已经立刻在那个studio 那里满口领子的颈子 是的 那么如果颈肌肉收紧了 往往就会影响那个血功脑 刚才讲的问题 所以就要搞定那个颈椎和颈椎的肌肉 肩膊都是的 OK 那么第三样呢 很多人都知道的了 就是那个情绪 哎呀 看到他就最怒气的了 接着你就 那个血压会上升了 是的 那么主要是那个肾上线反应 这个很卡通的 就是你很激气 然后见到那个人就把鬼火了 接着那个血压就会上升 上升 然后那个面就红了 是的 这个很常见的 那么这个就是一些情绪问题了 那么如果真的有些东西放不下 我们很多时候除了行干的草药之外 补充B集 还有一些心理上的辅导 很多时候我们会用一些手法 就是一个颅底 颅底就是调节自律神经的 我想Dr. Chan你要先讲讲 颅底是什么来的 不是个个所有听众都知道 什么颅底 其实呢 连那两个字都很难写 颅就是头颅的颅 就是颈尿 那么底就是底骨 就是我们 如果你有学一些energy therapy 就是性骨 就是Sacrum那位的adjective 就叫Sacral 就是Cranial Sacral Therapy 那么如果这个疗法有什么优点呢 它就是将你身体里面 tap了一些根膜 和肌肉层面的情绪 释放了它 是不痛的 它碰着你的而已 我十几年前学了的时间 因为我觉得挺神奇的 那么我学了 颅底治疗是很神奇的东西 是很神奇的 释放了很多东西 你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个病人 是来医皮肤病 我说你应该在里面 那个自律神经失调 令到那个免疫系统 不能够走到中间 所以经常会有这些 这么严重的过敏症 那么他就在那里医 那么最后三个月左右 那么皮肤病就好了 但他神奇地告诉我们 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他和他妈妈的关系是超好 但之前是不好的 他说他很多小时候的东西 都放下了 不知道为什么 他说整个人 很多东西都放下了 然后很多人来找你 我主要会有同事协助 因为其实我在我诊所那里 我就主要是负责设计 整个流程 还有想加减什么 去令到成功率最高 其实只是说商业模式 我想都要请你讲多集 讲第三集 为什么你经营得这么聪明 因为上到你那个医务所 可不可以叫医务所 医务中心 第一是非常舒服 第二是很大的空间 还有你那个流水式 是非常之漂亮 运作得 我以为你说我们干雨 干雨也很漂亮 还有很小的水墓 就是小白炸 很有趣 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发觉到 一个医生是做不到那么多东西 无论他是治疗法奴底 或者他是脊椎 每个人都有他的强项 但如果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觉得 如果设计了流程 跟病人沟通好 顺着流程去成长 一个病人要在健康的层面成长 大家就会特别舒服 但如果你见招拆招 你自己做医生都觉得很辛苦 什么意思 就是譬如你没有预计了所有他要做的事 突发一样东西 然后你由处理一样突发一样东西 我举个例子 譬如你失眠 失眠很多时候是颈椎病来的 跟他做完颈椎之后 那些乳酸会走出来的 我们医生就会给你一张纸子 有十行八行的 就提你用粗盐浸浴 就浸到条颈 是将乳酸释放 因为盐里面的酸酸会将乳酸中和的 你释放了乳酸之后 你这个人就会觉得很累 就很快就睡得着了 这个没有问题的人 可不可以做这件事 可以 因为一个没有问题的人 我举个例子 很多人就告诉我 他比如说凸骨 突然之后很痛 那就是乳酸就出来 但如果你又很想凸骨放松那一阵 然后跟着又很想没有了这个痛症 你就用三磅粗盐 开一缸水浸全身 你发觉到浸完之后 你个人很累的 有高血压 水在地上不要热 那现在的天气这么热 基本上你的水不冷清就可以了 尽量浸到半个钟 不得到15分钟 因为那些人一停下来 他会很紧张的 浸在那里很紧张的 起码浸15分钟 如果他很怕冻的 就开一条热水的水柱 在中间保持着水温 上水之后就冲一冲身 你会发觉是很累很累的 我今晚回去就做 然后十点半睡觉 特别是你做完运动之后做 那些乳酸释放了出来 你很累的 然后你就会发觉 睡得非常之好 所以我们就每一个医生 是要负责他的部分 他就要告诉病人 要这样做 如果一个人负责 因为我们看一个新症 要整九个字 有时超过一个小时 如果还要做治疗 三四个小时就走不掉了 所以如果跟着可能他去做脊椎治疗 头尾都搞两个小时 如果一个医生负责了 他如果一天做十个小时就做五个 没有可能的 不需要找食 所以很多人说自然疗法 便宜还是贵 我就觉得因为我们很time consuming 第二是什么呢 我们是很telermic的服务 所以我们的cost都会高很多 但是最重要呢 我的角度相反是 如何令到病人最短时间好得化 很多病人都跟我说 我心急下去的 因为你时间保贵 因为譬如我跟他说 你浸久一点 你哪样做多一点 比如颈椎有时 你顶毛巾顶久一点 下椎有时 毛巾在哪里 将弧度顶回出来 我觉得我很多时候 好像爸爸教儿子教女 妈妈这样 父母的角色都做了 很多病人就说 其实我都觉得很好的 不过我讲一下 我有这个感觉而已 我们就会给很多方法 希望去最短的时间搞得怎么样 但是很多人是 比如你来到 只见到好像 这个进去 下一个出来 这个下一个出来 其实有很多房间在操作 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 设计流程的角度 商业角度 我不是很成功的 我纯粹是 觉得这样对病人好 我就设计了出来 因为有些人说 那会不会浪费地方 那会不会赚多一点 那会不会好一点 其实我们没有想这些 所以你是奇门如是 我上来都 那些人多到 还有Dalix 就是Dr. Chan 为什么我会请你上来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 common friend 叫做Yan Yan Yan Suga Yan Suga 我明白 Yan是赚Dr. Chan 赚到飞天 我就跟你合作过 因为我听过你很多很多 讲座 因为我那时候负责录影 我就听到 哇 好棒 这个人很棒 但是我就跟你没有私交的了 但Yan就跟你是很熟的 那Yan是赚你赚到 天上有地下无 Yan现在应该在听这个节目了 不用理 我让我多谢一下他 OK 那我们高血压压这部分 讲完了吗 有没有东西要补充 第三就是那个 刚才讲完就是 信上线的问题 但是很多人就 有点点特别的 有高血压的人会 传统是什么 传统的高血压 你晚上回家累了 血压会高过早上 其实当血压 最后找一个时间 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规律 你不要那天星期日放假 来和最忙那天的10点 早上10点 那会不会早上起床会好些 因为都没吃早餐 或者状态差不多 其实我觉得 第一是 你是不是走完一大段路上班 就是如果你走完一大段路上班 就没什么意思 或者走完一大段路回家 就没什么意思 起码要休息半个小时 所以你最重要是找到一个共同的时间 和共同的生活模式做比较 是 如果你早上10点计算是OK的 那你就10点计算了 但是有些人会发觉 晚上和早上是差十几二十度的 特别是晚上累了之后 但是有小部分人 早上是高 晚上会低的 我们的心得就会觉得是什么呢 有很多人很喜欢质水 质水 是的 我们觉得质水是对身体不好的 是吗 是的 我以为质水是好东西来的 就是打质水来睡 其实你发觉 抱着枕头 其实你发觉 抱着枕头就是一个人很缺乏安全感 因为这个是BB在妈妈没有看的状况 我的朋友是这样的 是的 我知道 接着之后你就会发觉到 如果你质水很多颈椎的位置 你都不可以用枕头去承托到 是的 因为弧度一定是一个C-curve 你质水之后就做不到这个C-curve 那有些人蓋着你睡不是更大势吗 当然了 整个呼吸系统都受压了 整个长期是 他说他一定要 但是他说他要蓋着才睡到 就是说 面是向着枕头 我知道 那他的颈子又这样打歪了 其实没有的 当你慢慢做着一下奴底 这些会改变了 是的 就是个人很多情绪上的问题 安全感的问题 会调节回来 是因为这样所以蓋着睡吗 蓋着睡 其实个人是受到一个很大的压力 那个呼吸是不畅信的 但是为什么他说 我这个朋友 他说一定要蓋着才能睡得到 这个是从小到大的习惯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只是你习惯了 我暂时就没有研究过这个心因 因为我听到人这样睡 我第二段时间就要阻止他 因为一个呼吸系统是不畅信的 是的 肺压住了 肺压住了 是的 但是如果你发觉 你早上的血压是高一点 晚上是低一点 就是跟传统调转的 很多时候这些人都是质碎 加上是扎着这个左边的 OK 因为这个心脏是靠这一边 导致他的血液循环会叉了 所以血压会高了 是的 如果你是左边质碎的话 其实是压住心脏的 是的 但是我们发觉当你转了平分 很多时候日夜的血压会比较接近 或者平分会健康很多 会健康很多 因为你整条脊椎的承托是健康了 好了各位听众以后都要十点半睡觉 还有大家要平睡的 听到没 十一点前 如果真正行这个肛经胆经 合理一点 不要这么做 我都不敢正视你 因为我都做不到 我们提议人而已 不是代表我们一定要做到的 我们做件好事 我经常跟一些朋友说 幸好我有解药 譬如不戒口 夜夜睡 我们很多事都做了 OK OK 好了 那我们这个点子说完了没有 这个高血压 高血压都差不多 你有什么要问 我又没有什么这些东西 我的朋友经常说 Asda你肯定高血压 我不是我偏低的 原因是因为 你暂时不是太瘦 可能下个月会很瘦 你暂时不是太瘦的人 很多时候血管都会有问题 就是因为我大胜和肥 人们经常说 你肯定有高血压 但我从小到大都是偏低的 你上下多少 我不知道 但我久不久都会查一下 都是稍微偏低 稍微偏低 但我小时候就直接偏低 補一補 现在开始正常一点 補一補身 補一補身 補一補一会高 是吗 是呀 OK 但補身当然不是 叫你吃大量高淀粉质那些 不是了 或者老火汤 不用整天老火汤 我不敢 我听完你说之后 幸好我平时都没什么的 我个人就很喜欢喝老火汤 是吗 好喝而已 连续喝两三天 我就会三非之 后期就没有了 OK 后期简单为大原则 好 那我们就还有很多东西说 因为我们去失眠那一部分 好吗 好 失眠了 那失眠的成因是什么呢 其实我近年发觉 很多人那些顽固失眠 什么叫顽固失眠 就是他用安眠药效果 又不明显 用任何方法都不明显 是什么呢 很多次就是颈椎问题 OK 是呀 我最近有个案子是很有趣的 他跟我说 他日头坐车好眼睡 睡到扯了被害 是 那晚上回到家看电视好眼睡 嗯 一睡到床很醒 哎 这些很多的哦 我听过很多人都是这样 就是应睡的时候睡不到 但是早上要做事要开工的时候 就常常想睡觉 不同 很大劲 因为你夜晚没有睡 第二天很累 就休息一会睡觉 第二你工作很多时候 看屏幕啊 看文件你都眼睡 第三在车那里 这个摇摆的动作 都是一个好像 很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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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尔摆都眼睡 但是他的特别的地方就是 他坐在那里看电视好眼睡 那就埋位睡 是呀 那都是几步路而已 是呀 那接着他一睡下就会很醒的了 为什么呢 这个是颈椎病 哦 这个是很多人有的问题 哦 其实呢 以前有一个女艺人来看我 那时候呢 他说过 那个案子是很像他的 他夜晚睡觉呢 经常觉得 条颈好像有东西捉住他 是呀 因为他的颈变了型 好歉他没有以为 撞邪还是做什么鬼 是呀 他当时没有说这个问题 我没有问 有东西捉住大佬 因为他的颈变了型 他经常觉得 好像有东西捉住 拉住他的颈 很不舒服 所以他每晚就非常浅瘁 就是好像闭上眼 很容易醒 一动就醒了 就好像闭上眼 没有睡过 那样的 所以他经历了两年之后 他个人变得很肿 其实他磅数得非常之轻 是 你做得艺人 你都不会太大件 是呀 但是他就是很严重的颈椎病 导致失眠 但是他两年来都没有想过 是这一样东西 有有有 他的家庭医生 有跟他说 他的颈部有事 但是他家庭医生 从小看到他大 就叫他不要选择任何手术 因为他说这些是工艺手术 是颈部 是啊 接着他又不知道怎么医 结果拖拖拖拖 就拖到我帮他公司教书 他就对眼 他坐第一行 因为一间学院是他的 他就支持了学生坐第一行 是 他经常会睁着眼睛 就看我教书 我就说 你的头很痛 他说 是的 我设计这个位置 拉住了 我们就跟他设计一设计 设计之后 他就没有痛 接着就打电话来 说今天能不能看 我说可以 接着他来到就说 我推了配音了 今天要配音的 我特意来 我就说 不用 这么重要 是的 我说明天来都可以 不行了 我两年没什么睡觉了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来 知道有机会睡觉 还配音 是的 接着就立刻来了 第一晚 一弄回那条颈 他第一晚已经睡到 OK 他是严重的颈椎病 导致失眠 那他不是很开心吗 很开心 很开心 他经常来探望我们 其实两年睡不到 很苦 是的 很惨 很惨 是的 他的报告当时 有六种毛病 是西医的报告出事 是的 一睡到 调节了 下年的报告 是完全好了 是的 所以睡觉是很关键 第二就是什么呢 就是肝 肝煮情治 你被人击倒 屈结 吃很多煎炸热气 麻辣火鍋 咖喱 干火 上阳 终于的角度 你都会发觉 你经常金睁火眼 睡不着的 那就是说 如果要吃这些东西的话 都尽量下午吃 不要夜晚 如果你有这个体质 那几个人当然不好吃 就是你都睡不着 50分合格 你现在49 好吗 你起码 2222到60分 你偶然落些垃圾 下去 跌回去55 你都睡到 但我听说 有些寒底的人 跟我说 他们很喜欢吃火锅 麻辣 因为他们寒 吃完就很舒服 但是不代表 你对身体是有益的 其实有一类是什么呢 失眠是体质虚弱的 所以你看到市面上 很多广告 譬如一些 蟲草CS4 培植蟲草菌丝体 吃了有效改善失眠 百分之计的 有这样的电视广告 这些是特别有效帮助到 一些虚弱体质的人 这个也是我们经常见到失眠的原因 这几部分就环绕了很多人不同失眠的问题 但是你说实际怎么去处理呢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除了处理肝 会鼓励去吃大量B集 另外 都会给一些西草药协助去睡觉 或者给一些 荔枝钙协助去睡觉 荔枝钙 就是钙是一个荔枝状态 吸收很容易 而且很容易给身体运用 因为突然间有一些荔枝钙 你的人会放松 另外西草有就是荔枝草 你现在看到很多健康食物店都有买的 它主要是放松 就协助你去入睡那个过程 但是你说做完荔枝钙治疗 你先搞定了骨 然后松个肌肉 然后之后就浸浴 基本上你的肌肉放松了 你那晚就好好睡觉 但是有一些失眠是一些情治的打击 那些我们通常就会闲顺细尿法 例如失恋、失业、失婚 那些是心结 有些心结 但是通常都藏在肝上 我都中医说你常常是肝屈 所以睡觉不好 肝屈我个人就不会和别人摆脾 因为我们不是中医 它有一个特殖 一坐下就那些 是吗 是呀 它们常常是喊声叹气的 是呀 那些人就屈结 为什么呢 就因为肝屈 屈结 就会叹气了 是呀 屈结 就是因为可能她妈妈教得她很好 她有教养 从来不说人 亦都从来不会发泄 自己都接近了她 但是暂时又没想到很好的理由释放了她 所以坐下就会 是呀 就会常常有很多叹气 屈结走出来 其实都很直接的 你不开心 里面有很多屈结 就叹气了 是啊 但是有时 开心的人不会叹气的 但是有时你同样遇到一件事情 是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 就是好像你二十多岁遇到一个男人 原本打算和他结婚的 但是后来发觉原来他欺骗你的钱 是啊 幸好你二十多岁就明白 知道了 幸好你二十多岁就明白 不可以直觉密对象的 一定要怎么样 就是要知道自己要什么的 那么好过四十岁 或者你五十岁才发生这件事 就是似乎 就输不起了 是的 似乎是你觉得这个是一个课程 还是一个终结 就是如果你觉得是课程没什么 你觉得是终结就很大件事 但是这些mind setting 可能有时都要有人辅导 或者有时候要讲他自己 从小到大的家庭教育 那么你行医都很厉害 其实譬如你刚才 我们讲了三样东西 讲了这个便秘 高血压 失眠 其实最 我自己学到的就是 第一你要知道源头是什么事 那你才对正下药 第二就是 其实我听你说这三样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发现有很多心理的东西 我一定 很多心情的事 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十几年前看过一个报告 它说75%的病 特别是晚性病 是由情绪导致的 哦75% 是的 但现在已经去到95%了 剩下的就是创伤 交通以外 我就很早期 看过有本书 是Louise Hay 就叫做 You can heal yourself 你可以医治自己 那他就更厉害 他就说是全部的病 其实都是由心理开始 然后变成 我不知道原来在你自然疗法 已经是说了九个多% 因为剩下的5% 是那些交通以外 创伤 就是上面跌过玻璃盆 下来那些 如果你们用这个吸引力的发质 那就是8% 是的 因为都是我们自己吸引 你为什么吸引这样的事 所以就 情绪管理是非常重要 OK 那我们今次这个环节 就说一下这个头痛 对了 最近我也有少许头痛 先抽一下水 是 你的症状是怎么样 我最近这几天 这个头上面 好像有个灶 这样灶下来 哪个位置 这里 有没有灶感冒 有没有鼻水 没有 潜寒潜冻 我是长期不会伤风那些人 会不会是金钱 不会 会不会是排卵期 都不会 都不会 不会 只是在这个位置 对了 对眼睛会不会很干 不觉得 不觉得 会不会真的睡得太少 真的睡得很晚 睡得很晚 很有趣 在看医生 我觉得好像 都是肝的反射 是吗 都是肝的反射 我觉得应该是肝的 因为我真的长期 我说从中学到现在 都是长期夜睡 都几年前而已 我都说了 Dr. Chen很有幽默感 几年前 多年前 都是肝 你过来 我给一些肝丸 你吃吧 好 很简单 我们说一下这个头痛 有几一种成因 我要问你 有几一种成因 其实我为什么喜欢说头痛 因为外面的头痛 真的是Panadol 然后人们就停了 其实是不对的 就算我不是医生 我都知道不对的 你说一下 为什么不对 第一没有搞定根源 病征是身体告诉你 你哪个状怒 或者哪个系统有事 如果你硬将这个病征 拿走了 代表你的身体的信息 没有了 其实Panadol 不好意思 它就会 它就一些 大件一点的东西出来 其实Panadol的作用 是怎么样 为何人们喜欢Panadol 为何它好像帮到我们 其实它很快速 做一个止痛作用 就是它使得 这个止痛作用 可不可以简单地说 其实我们的身体 告诉我们 你头痛了 那头痛有成因 然后Panadol就掩着 他口 没出声 你没出声 你没东西 你没头痛 那便解决不了 指什么指 也都是 譬如你肚子 你又不想想 刚才我是否吃错了 某一餐 令到腸子的恶菌 或者甚至发炎 你止了去 那些垃圾 就是在腸子 继续发烤 然后你就去到很严重 有些人就说要切腸 因为我们的身体 很奇妙的 那你有毒素 它就痛 它痛的话 你便去排毒 就是去治所 其实很多时候 腸胃炎 就是你有些东西不对 可能往往都是一些害菌 然后它就会霸佔了 你的腸的位置 你的抑菌打不过去 那些害菌 就会产生很多 大家斗霸的 就会产生很多炎症 你会肚痛 然后腸子就拖它出来 其实这个是够你的 如果你硬指了它之后 它里面会产生其他问题出来 如果炎症继续做大 其实那些菌可能很开心的 好异 不用拖出来 继续在那里拖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清楚 根源是怎样 就是无可否认我们有时 就是有些场合 比如我有一次 就是以为自己还是十八二十二 我第二天要教书 就教九点 就在那里做烤士 我竟然很厉害地 还好像以前读书 那样是吃一盗雪糕 那盗雪糕就应该是500克左右 就是一次过吃完 我以前读书是这样的 吃完之后 原来已经过了十八二十二 十八加二十二都不止 接着就发觉 为什么半夜 五点多六点开始不断拖水呢 就是因为里面很多物质 我顶不到 所以不断给我拖出来 结果你要埋位做事 你九点钟要教 你没理由不断去厕所 结果指一指 别人用一个分量 我就用半个分量 就指了两三个小时 然后回家就继续处理 但有时急救就没办法 但我见市面上很多 比如一般的普罗大众 都会是 发烧就吃紫烧丸 藕就吃紫萨丸 然后接着是肚萨 或者会吃这些即刻的东西 但是就真的帮不了 其实很多时候 藕的成因是不是太多 太多了 是啊 但万一不幸运 你吃紫萨丸 但可能你吐的成因 是有了BB 那就对个BB很不利 是啊 哇 你这么说 很害怕啊 直接立刻一点 非常害怕 因为你知道有BB 我们都是不要吃西约的 是啊 还有很多争论 就是有很多紫萨丸 令到小朋友出生有缺陷 还有很多这些诉讼 是以前发生过的 所以我们都是尽量 万一不幸运 你有朋友有了BB 经常吐 最简单的紫萨方法是什么 吃华梅 乱与残扁是这么说的 华梅的防腐剂太差了 OK 那有什么可以做 就是喝姜水 哦 喝姜水 买个肥丢丢的肉 姜切几片 然后捉烂它 然后焗水 哦 这个是很有效的 对于有了的人腐 有了是非常之好 薄荷那些都可以 但是姜就最稳妥 但起码你避免了用西约 好了 我们又回到这个题目 让我不断打擦 这个头痛的成因 OK 其实头痛的成因 我们通常都看那个头痛 在哪一区多些 OK 如果它经常在云正的 是 云正就是前面这里 是吗 不是 太阳月 Temple Temple Area 在太阳月那里 如果经常在太阳月那里 通常都有肝的反射 哦 你特别发觉呢 你这个头痛是来自 昨晚睡得很少 是 今天很繁忙 经常被人叫你 但是你都做不及那些东西 是 就是俗称这个肝火上阳 嗯 还有呢 吃了麻辣火鍋 吃了超级专宅热气 你就发觉呢 这个耳朵对上这个太阳月呢 就在那里脹下脹下脹下的头痛 这个一定是肝的反射 是 肝告诉你听我受不了了 哦 OK 是的 这个呢 就走肝的 就是你走肝就会清到它 嗯 但是有部分人不单止的 他告诉你听呢 我的太阳月跳下跳下 甚至痛的时间呢 我是觉得颈的一二椎 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耳朱旁边这个位置 是 颈的一二椎呢 好像拉住了 是 特别他一摔头 他觉得 是啊 我的颈子呢 好像由这个太阳月 拉到颈的一二椎 嗯 就是在前面这样拉过去 嗯 其实呢 这个呢 往往是加上有颈椎病 哦 就不是只是动那个肝可以处理到 OK 就要处理到那条颈 OK 是的 这个都很常见 嗯 这个都很常见 那么第二类呢 的头痛是什么呢 他会发觉到他的痛呢 就是在头顶 嗯 去到呢 颈后面 整个头后面这个位的 哇 是后面浸这个位的 嗯 那么他经常会觉得有拉住 甚至会有头痛的 这个都会是颈椎病 嗯 但是往往可能是 就是三四五六七椎的问题 哦 OK 但是如果你这个头痛 不可以处理这条颈 是非常之难脱尾的 哦 所以都要处理 哦 那么其实颈椎病有很多原因 可能他是个软骨蚀了 嗯 可能他是那个有骨刺 他可能是个弧度错了 嗯 弧度错了很常见 弧度是例如枕头的问题 或者是 其实第一就是枕头 枕头 枕头 打机啊 电体电话 经常枕头 第二就是你公司那部电脑 可能 太低 你把桌子在前面 但是呢 你的电脑可能在左边和右边 甚至是 和你的眼的水平线再以下的 哎呀 我真的听到我朋友最近是这样讲的 因为他的电脑是 他坐的位置是歪了一点的 是啊 因为每日条颈都歪了一点 每日条颈都歪了一点 他结果就条颈有问题 因为你一看电脑 其实你个人要很集中的嘛 是啊 那么结果个人又紧张 再加上位置不对 长期做一些不对的动作 那就受损了 那么这个也都很常见的 那么如果讲 这类颈椎的问题呢 基本上呢 弧度的问题呢 就是很多年了 我们正常的颈颈是有个C curve的 是 就是好像我们是一个力学设计 这个C curve的颈呢 就插住了我们的头和肩膀 那么我们一个头的重量呢 大约八磅 就是一个保龄球那么重 是 但是条颈竟然那么幼哦 那么所以呢 其实呢 它是一个很厉害的力学设计来的 那么它就每一个弧度这样弧下来呢 就射了一些力 去到肩膀不会插了下去 那么如果你的颈的弧度做得不好的人呢 往往下腰椎的弧度都会有事的 颈痛呢 其实下腰椎都会痛的 那会不会反过的呢 你的下腰椎有问题又扮上上面 都会 都会 但是呢 通常去到呢 颈椎的弧度有问题呢 最初就直了的 就是我现在有个C字了 就没有了变了直 后期就反过一个C字 就是这样向后 是的 就是你原本应该 就是原本好像某个名牌的标志 一个X 你原本应该是 后面那个X那个C 现在变成了 我们可以买广告的 不过没有钱收而已 是的 那么你就会看到呢 就颈椎变形是 是很多这些问题的 是的 所以如果颈椎变形 导致的头痛呢 往往都是由 头壳顶 去到这个 后尾枕的 是的 那么通常就会在这个位置 另外有些头痛 它会告诉你 我上次大感冒之后 就整天头痛了 其实是个人倒了 是的 那么如果在 倒了是指于什么 它的体质 上个体质 哦 会这样的 会会会会会 有些人生完BB之后 就经常头痛的了 是的 就去个人倒了 体质倒了 那就是要补身 要补身 那么其实 如果你可以看回这个理论 在哪里看到呢 如果你学瑜伽 那么现在是不是有七眼灯的 是的 贯穿这七眼灯 那个是一个中蜜 就是印度或者鬼佬的经乐学说 是不是淫毒移蜜的 它是中蜜和左右蜜的 也都不是在皮肤层面的 是 那么它在这个中蜜呢 如果当你的颈子有事 或者下腰椎有事 那能量就上不了头 是 或者你本身的能量很低 就是那个神的能量很低 或者底轮的能量很低 你的能量冲不到上头 你的头就会出现疾病 包括头痛 眼病 耳病 头昏 头昏 这一类的问题会出现 那么所以呢 虚弱都是占了 我们很多女士头痛的原因 那么你那些人说 耳水不平衡那些 是不是在这个范畴里面 耳水不平衡 还是另外一样东西 耳水不平衡呢 其实如果你刚刚发的 就是譬如你一起床 好像海盗船那些 那么如果你对于胸肚吃B杂 不会吐的呢 你可以吃大量B杂 很多呢 很多那个云会减低了的 OK 但是看着 有很多人吃空肚吃B杂 就会吐的 一B5就胃酸的 大家胃酸就吐了出来 但是有些人呢 就不是这个问题出现的 那么很多时候呢 都是中医的理论呢 耳水不平衡是神虚 就像我刚刚说的 印度那个学说 那些能量上不到 中物去到头道 那么所以就出现这个耳退化 正 我抽了水了 因为我有耳水不平衡 是的 但是呢 保证呢 如果你经常生非之 有这些迹象呢 就要慢慢来 不可以急 如果不然就保到睡不着 因为那些西医 因为我都看过了 第一次发作的时候 吓得我暈了 就是 为什么会这么不舒服呢 就是如果大家听众 是有这个耳水不平衡 你就知道呢 耳水不平衡的时候 很辛苦的 那么西医就是说 没得意的 是这样的了 那么我成因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总之是这样 是 很无奈 我给了500元 他赚那次 是 但是呢 很多人呢 都是颈椎病 OK 颈椎病呢 也都会影响 那个耳朵的问题 那么其实都是呢 如果 在印度医学呢 颈椎那个是喉轮 那么你的喉轮 拌了那些能力 就上不了头了 那么你眼和口鼻 都会退化的 所以 所以其实 很严重 是的 所以贯穿了整个中物呢 就是你的脊椎健康 那么所以脊椎的健康 是非常之重要的 脊椎健康 脊椎健康 我稳集又讲一下 这个脊椎健康 或者我找一些同事 我屈了 我屈了 找一些同事来帮忙 多多讲很多课 是的 很多同事可以分派来 讲不同的题目 OK 但是呢 你这个情形呢 很多时候 耳朵不平衡呢 也都和 这个头痛会有关系的 中医有个字眼 叫谭饮 有没有听过 我听过你讲 是的 那么其实如果 但记不到了 什么叫谭饮 其实呢 有很多人呢 一看片头痛 看水平衡呢 有一样实叫你介的 就是朱古力 哦 是的 朱古力是齐了什么呢 糖奶 是的 糖奶呢 就是那个痰的体质 我以前看过 这个Carlo Parker 就是什么 脊椎 脊椎 那脊椎就叫我 一定不能够吃朱古力 是 连black chocolate 就是黑朱古力 都不可以吃 是 但是有时我会吃的 是 他说他有次吃了一粒很小粒的 然后第二天去看这个Carlo Parker 他立刻说 你吃了朱古力 是 那你都知道 是 他说你的能量低了 是 其他病我不敢说了 如果你针对刚才说 耳朵不平衡 和头痛 这个朱古力 类的製品 因为是糖奶的 angle 其实你芝士蛋糕 都不能吃 对不对 糖奶的 我已经摸了嘴了 是的 你芝士蛋糕 你奶茶都不能喝 虽然我不好 不过 偶尔一个月一见都会的 奶茶咖啡都不行 Oh no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 有个男艺人 经常有头痛 是 接着就有个电视节目 就说 就说微博上面 就流了很多 叫他戒朱古力 少了很多人生乐趣 我已经烟酒都不好 烟酒毒品 我也不好 就是说不可以吃朱古力 不可以喝咖啡奶茶 不可以吃芝士蛋糕 不如你一锅过 都告诉我 不用 你医治好之后就吃 太开心想 你有方法去处理 其实这个痰的体质 不是真的找到痰 是不知为什么会产生 内压 影响你里面的操作 所以很多人就会出现头痛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病人 他来带你健康食品 做得很大 我就讲过一个中医 就是他的顾问 中医心地很好 就见到他不勤地吃中药 就跟他说 你这样暈了五年 早上不行 五年 五年 他经常开会 早上九点的会 变下午一点 一早上暈 而水不平衡 像海盗船那样 大家省点点 约他开会就下午 不是 但是人家做生意 人家见他 他不会知道他这些 同事就知道 他就叫他来找我 他来找我 他说我是哪个医师 那个朋友 你是一个医师 做他公司那套产品的顾问 结果我就问他 我就跟他说 你喝不喝奶茶咖啡 他说由于我的体质很差 没有精神 我一天三杯咖啡 很伤肝的 我不是医生 我都知道 很伤肝的 还有那个人是透支的 滅爆卡 但是我们一个月喝一次 那可以吗 其实 看下你的体质的论是怎样 OK 如果你已经那一早转 起不了身 就别玩 但是我见很多人 就是因为他的体质不好 因为早上起床 非常之眼睡 所以他一定要一杯至三杯 因为他是咖啡 因是因为那个energy 这个老闽也是 代理这套保健品 这个老闽也是 但是到最后 我就跟他说 终于不是说你心虚 终于不是说你颈椎病 因为他在大陆看了五年 厉害的医生 是不是说颈椎病 是不是说你腰椎病 他说全部都走过都不行了 我说我整套事是这样做的 你什么时候飞回国内 他说一个星期后要飞了 我说你这个星期来做到多少次颈 多少次腰椎 就尽做 我就开了给他化痰角度的草药 另外就保神的草药 然后他就回到去 经历了第十三天 他就打给我 他就说今天一点都不闻 他肯戒咖啡 他肯戒了 他戒了 然后他第十四五天 就跟自己说 其实现在都没事了 那又怎么样 然后就早上偷喝一杯 然后第二杯 然后下午就偷喝第二杯 都觉得没事 第二天起身闻过 他就打来 真是很准 真是这个糖奶 是因为 他就真的很准 他第二个就问 为什么这么多医生 没有提过我 为什么你会这么觉得 这是我的问题 我记得我听过 你这么多场讲座 你是长长都讲的 其实就算没什么事 都最好是糖奶芝士 这些都是戒是好的 因为奶很多人都敏感 鼻敏感 鼻敏感 皮肤敏感 我个人喝奶 肺脏没有一块 是吗 是 就算是organic milk 没有很干净很干净 都不行 是 你除非买了那些 叫做什么呢 奶精 奶精是粟米做的 哦 那他就没奶 其实我已经没有留意 因为我已经转了领茶很多年了 我没有留意 有一次去马来西亚教书 那些员工很好 那边有很多咖啡店的 他不认识我们 不知道我们吃什么 他买了咖啡 就买杯给我喝 刚才一早教完喝一杯 晚上 教完有一杯 晚上已经有狗狗了 就是just because你是医生 因为你是医生 没有什么好处 就是你是敏感 就是什么人都会敏感 不 其实因为奶那个是属于IgE 就是那个免疫球蛋白 那个IgE效应 所以他是调体质 而导致他不敏感的机会是低 其实年轻有一轮都好了 身体好 现在到某个年纪 他就走回出来 没面子 尽量避免 尽量避免 这个就是有关糖奶的效应 影响耳朵不平衡 还有那个头痛 但是很多女士 她的头痛很特别的 永远都是精前的 我们会觉得是老讽的 精前头痛是很正常的 可以不头痛的 可以不头痛的 这两件事好像是相关的 不止 很多人精前还会怎样 这里竞联 就是抽筋 腸痛 告诉你腹痛 接着会调胸 胸脏很不舒服 总之通常 失眠 女士精前 男朋友最好走开 不要出现 情绪波动 这些会齐了 齐了 但是你不要留意 如果你看中医 他没有海尔蒙这个字 你看中医的书籍没有 跳海尔蒙是条肝 所以如果你真的 这么厉害 精前综合症的人 一定要调好肝 如果走鬼佬的 就补下卵巢 吃大豆耳黄酮 野角巾 就补下卵巢 你发觉下个period 症状会少了一半以上 通常调得三个月 会没有了 但是这个是很常见的 但是你说精前综合症 头痛这一件事 影响会比较大 但是有一部分不是的 它是精前感 经常觉得自己没有气没有力 是感冒 甚至会泼水 其实都是那个卵巢问题 我很好看 我没有这些东西 但是我知道很多女士 很痛苦 非常痛 他们会有很多病征 走出来 回不了工 又要在家休息 我前天有个女病人 先跟我说 她今天感冒 然后我就说 你什么时候来period 她说今天刚刚来 我说你的感冒 是不是前两天觉得开始 她说是 我说你是不是每次感冒 每次period 之前都觉得自己作感冒 她说是 我说这个是精前感 不是真的病毒引起的 也是因为荷尔蒙引起的 所以你是调过肝和调卵巢 但是很多人就遗留了 是什么呢 就是排卵期了 比如你一号来period的 大约 当然不是每个人那么准 十三四号就是排卵期 有时都会有类似的反应 就是头痛和失眠 都是走过肝和走过卵巢 如果在西医角度的话 有些什么症状 就做什么东西的话 就真的浪费时间 就是说你头痛 我也是那句 你急救 或者你有些场合要演出 你就先顶住 但是最终就是 你要找什么方法 因为它只是一个警号 告诉你 你的肝不够好 好像有个女病 告诉我 她今年期之后 她潮热 潮了七年 我说你的肝一直都没得 是这样的 是 肝是调切不了 所以那个亥犹蒙才不平衡 肝是负责微调亥犹蒙的 其实肝是很多东西做的 当然是化工厂来的 所以肝处理也不会有很多问题出现 我有个病人 他也是很出名 做一些娱乐事业的 他很快抬起那只眼睛 就着火了 什么叫着火 就是觉得眼睛很红 很难化妆 还有是作发炎的 我跟他说八分八是肝 他一清肝就没事 这次很棒 你其实说很多东西 我有份 我不出声 我知道肝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甚至跟你聊天 不知道问什么不要紧 要把你和你朋友的人问一次 我就说完这个节目 那我就不用做preparation 那人会舒服一点 另外有小部分人 他说是一些西弱的效益 我有一次接到个病人 他说他的头痛在晚上的十一二点就会走出来 那么好 看过了中医 西医都不行 但因为他说他工作在十一二点是很关键的 所以他要避免 我就跟他跟 跟上所有的东西 男人更简单一点 对吧 颈椎 下腰椎 体质会不会太低 糖奶芝士 就是都是那种东西 走不开那几样东西 就是会不会经常喝酒 肝会不会很差 都是走那几样东西 那七个人不是 很规律 什么都没有 不喝酒 不吃什么都没有 我就问他 你有没有吃西药 他就吃一只很毒的西药 因为他的免疫系统出了事 他说自从吃了这只西药之后 他的头痛就每天都走出来 但是最后 因为他的西药不能停 因为责任太大了 在他的案子 做人做成这样都很辛苦 但是他都OK 起码有这样的缘分 大家见到面 对吧 对啊 我就告诉他听 我和你试试清一清肝肝 看你能不能受到 他就告诉我 譬如我叫他早午晚吃 他晚上那次 一定是吃完那个西药 隔了大约一个小时就吃我这只 就没有问题 其实全部都是肝处理不了 其实他那只西药 他又不可以不吃 他不可以不吃 他问我意见 但我说因为责任太大了 我说你自己决定 对啊 条命是他的 条命是他的 另外有一些女士的感冒 就在这个坐月的期间 坐月期间很多时候的感冒 会令到那个女士 会有长期的头痛 就是有些中医说有风 那个就要慢慢用一些中药去调理它 这里已经是大部分人 头痛的成因 OK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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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有些时间关系 对不对 我们都OK的 现在都没够过半小时 OK 还有少许时间 我不想你觉得 流世有你的青春 我今次赚光了 没什么所谓 我们很厉害 过半小时 我们讲了这个便秘 高血压 失眠 头痛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 想说的 但我都要放Dr.Chan走了 唯有再约你 本来今天想取你两集 因为我知道Dr.Chan 那些时间很宝贵 还有他的钟很贵 我霸他三个钟头 很赚 不是 因为我都想分享多一点 但是就 我们再沟通一下 有什么topic 就是想听的 那大家再讲 其实很多 很多的病症都 就算今天这样 我自己学很多东西 即使我听了 你说那么多talk 外面都听了很多talk 还有些 比如说 牛皮鲜 比如说刚才你讲 鼻敏感 还有之前我听 其实Dr.Chan 是讲这个减肥 风空那些 他都很有 很多资料 在他身上 他说很简单 我们女士有很多人 我没我的份 很多女士 是花很多钱 走去风空 走去瘦身 乱离 搞到体质差了 然后变成这个啫喱人 其实最重要是 你找到一个 是配合到你生活的模式 去保持肥肌 就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我想我们再谈 我跟你再私底下再谈一下 下一集 我怎么都会 找你上来再讲多次了 然后有什么题目呢 是我们香港人 是最多面对着 或者是最多人有兴趣的 比如刚才我们讲了几样东西 或者是糖尿病 就是西医说没得医 牛皮线说没得医 这样 敏感 其实牛皮线是 面译系统攻击自己的皮肤 没有线的 线是真菌感染 例如香港脚那些 很容易的 你看下去 你看到有些白毛毛的就有线 但牛皮线 它主要是免疫系统 攻击皮肤 令它不断脱落 肥人的牛皮线 是容易医的 你不要在这里说 你都要上来多次了 是吧 你不要在这里说完答案了 好 好 那好了 我们今天很开心 就是 Dalix 上来和我们分享了 这么多资料 大家听众就赚光了 我赚光了 那我会是 再约个Dalix 再讲多一集 或者两集 或者三集 好 那如果各位听众 对今天的题目 是有兴趣的话 也都可以在我们 Facebook那里 是留言给我们 就是你有些什么兴趣 你想Dalix Dr.Chan 我们讲一下 这样 OK 那好了 那很多谢Dalix 上来 我今天的节目 多谢Esther的邀请 OK 那我们说拜拜了 拜拜 拜拜 by bwd6